大家好 我是丹妮 今天的主題是水晶燈火靈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同樣也有燒鏡跟遜能練習的水晶燈火靈 除了烈金之外這個角色其實也蠻強烈的 但是稍微都要注意他的坦度是沒有烈金那麼強 然而今天提供影片的這層玩家覺得這套陣容非常實用又有趣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今天的對戰會打出如何的結果吧 他首支是使用羅斯雷朵 羅斯雷朵其實在社群之後都算是蠻萬用的 而這次打的是高級紀念碑的部分 在首支的部分遇到的是這個帝王拉波 帝王拉波的話我們羅斯雷朵相對的其實算是一般般 畢竟帝王拉波他的招式還有左轉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防護罩必須得繳 而我們這邊總指機換槍遜能表現是比對方的盤部來的好 所以我們這邊先出招打草劫被擋下來有點小可惜 因為打草劫能量需求是比氣象球高的 整體來說氣象球的效率值應該會比打草劫來的好 這邊被擋住有點小潰 然後第二下選擇氣象球 潮系雖然看起來打水 但是因為帝王拉波本身有鋼 然後鋼系怕火 但是水又能夠抗火 所以不管你選擇氣象球或打草劫 基本上來說打帝王拉波都是普通 然後如果我們論威力除以蓄能的DPE的話 其實打草劫是比氣象球高上一點點 但是那一點點的差距其實並沒有到特別大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建議使用氣象球持續攻擊會比較好 然後第二個氣象球對方是擋了啦 我們這邊一頓都還沒繳 對方這時候氣象上來已經很滿 不過我們的這次玩家是直接 唉唷 等一下 他配置的是暴風雪啊 暴風雪的帝王拉波算是蠻少見的 而我們第二隻角色上來的是這個刺龍王 當然不能讓水晶蒸火已經上來吃水招啊 從王的話能夠雙抗水 所以算是完美 我很少看到人家帝王拉波配暴風雪的 然後這時候對方的第二隻角色是羅斯雷朵啊 哇 羅斯雷朵之後我們切水晶蒸火已經上來 結果對方的角色竟然是龍頭地鼠啊 那這場應該會結束了 畢竟我們這邊一頓都還沒好 然後龍頭地鼠雖然帶著威力很大的直擬小招 但是因為他沒有盾啊 龍頭地鼠本身算有地面系 但是並沒有抗火的關係 所以鋼系還是會被嗑到 然後我們這邊一下的燒盡直接收掉龍頭地鼠之後 羅斯雷朵再次上來 我們這邊角盾 再補一個訓練練習就可以收到對方的羅斯雷朵了 這場的聖音應該很明顯啦 就是帝王拉波他吃了兩頓 然後又用暴風雪 相對的其實在彈性上就沒那麼好 還是建議選擇帝王拉波的時候還是用這個濁鑽 打草器會比較實在一點 OK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的話是我們的羅斯雷朵遇到巨爪怪 這邊順風喔 不過對手立馬換角 他換上伯克吉斯上來了 但是我們這邊這次玩家不急著換 其實羅斯雷朵本身的毒系啊 能夠扛對方這個妖精系的小招 所以這邊不用急著換 我們持續地出招 還是可以給這隻伯克吉斯上來 而且加上我們後面還有赤龍王可以對付他巨爪怪 所以相對的整體來說是沒有太大的劣勢啊 羅斯雷朵的強度說實在是蠻厲害的 因為畢竟可以看到他草系能夠放火灶啊 然後如果你選擇伯克吉斯上來的時候 妖精系又打不動他 這次的群職只有很多人在使用的一個部分 然後這邊羅斯雷朵打一半之後 玩家選擇水晶燈火靈上來 可能是擔心水晶燈火靈等一下要面對巨爪怪有風險性 所以先讓他上來 不過這邊伯克吉斯選擇噴射火焰啊 哇這邊噴射火焰繳的是 除非他配置的是燕反跟噴射火焰啊 但是火系打火是會減傷的啊 相對的伯克吉斯這邊的處理就不是很好 OK我們的水晶燈火焰持續K下去 對手一上來之後我們的氣其實蠻足的 然後這邊使用一個暗影球 喔結果是噴火龍啊 喔這邊使用噴火龍不使用巨爪怪 原因不明 然後我們這邊持續出招好了 對方已經沒有盾啦 然後我們的這個水晶燈火影持續出招 噴火龍直接碰到一個暗影球 直接彈血 那這樣的話這隻噴火龍基本上來說是被煉弓的 他打不動 然後蜘蛛王基本上可以一挑二啦 基本上這一場的結局啊 在一開始的巨爪怪遇到羅斯耶朵應該就差不多一定了 畢竟可以看到羅斯耶朵打巨爪 然後這個水晶燈火靈打這個伯克吉斯 然後之後蜘蛛王打這個噴火龍 相對的其實整體上來說都是克制到的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的話是羅斯耶朵的鏡像對決 鏡像對決的話就看誰先出招啦 不過可以從CP來看我們這邊是比較高一點這樣 對方的角色看起來說不定是沒有挑選過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先擋好了 密羅斯耶朵是蠻脆皮的 是不太能夠吃大招的 然後我們擠到了兩個氣象球 到兩個氣象球的時候才出招 對方看我們腳盾這邊腳盾的機率很大 你看好對手腳了 第二下的話我們這邊選擇不擋 雖然羅斯耶朵的坦度並沒有到特別好 但是應該不至於這個氣象球死掉 加上終極幻槍打這個羅斯耶朵是被雙抗的 所以不可能用終極幻槍直接點掉 好這邊同樣擊到兩個氣象球才出招 這邊的話對手一擋了 那直接要不要按呢 哎呀這邊沒有按招啊 這邊小可惜喔 這邊應該要跟他拼一下鏡像的 畢竟這時候腳盾的話 相對的這些羅斯耶朵的血量傷很足 而且這時候再放一個氣象球的時候 對手好像換腳了 水跟地面 看起來是米巴射擊的 那就巨爪怪啦 哇玩家這個切腳算是很大膽啊 因為我們剛好準備要放氣象球 你切巨爪怪上來剛好扛得住啊 那接下來會不會直接 哎呀很可惜啊 對手這個切腳掌招說實在是不錯啊 但是我們羅斯耶朵想上還有一點點啊 雖然地面性能夠打毒 但是草性能夠抗啊 所以你把射擊差一點你就解決掉羅斯耶朵了 對方這個切腳差一點點啊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的羅斯耶朵不讓對方去練功了 直接讓側王上來 側王上來的時候 對方剛好要出氣象球 這邊就可以扛得住了 雙抗火 玩家這邊選擇讓水晶燈火靈留到最後啊 其實剛剛切水晶燈火靈也是可以啊 畢竟水晶燈火靈是火系能夠扛火啊 而且他的燒進可以在這邊練功也是不錯的 哇羅斯耶朵傷害量還是很高啊 他直接中傷我們這次側王啊 所以這邊切腳的話可能還是要稍微思考一下 可能看著對方用水擋火啊 所以我們這次玩家這邊也是一個水擋火的概念啊 雖然殊不知 羅斯耶朵本身的打草劫傷害量還是不錯啊 而對手的最後一隻角色是波克基斯啦 那我們壓尾了這個水晶燈火靈剛好派上用場了 這邊可以說是我們角色切換的還不錯 剛好是運氣啦 不然如果你看 我們剛剛選擇水晶燈火靈上來的話 如果被羅斯耶朵耗太多血量的話 剩下的波克基斯解決掉我們水晶燈火靈的時候 最後的赤龍王要遇到這一隻波克基斯 可能相對的這一場就不一定是這個結果了 那麼我們進入下一場吧 其實水晶燈火靈的燒勁跟炫煙息的搭配 其實跟這個烈劫英的強制程度差不多 甚至更強 但是相對的他的坦度是比起烈劫英來的低啦 所以彈性上來說並沒有像烈劫英那麼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這一場是羅斯耶朵對上這個毒窟窯 對上毒窟窯的話 毒窯窯應該稍微戰烈死 尤其在雙方都有盾的情況下 畢竟我們這邊氣象球出招是比較快啦 而且對方的這雙被封丸打我們是減傷的 那就要看雙方怎麼處理啦 那這可以看到啊 就算我們這邊能夠有抗性能夠抗這個格鬥啊 羅斯耶朵的坦度還是被這個雙被封丸揍得滿頭包啊 直接噴半條 地下的氣氧球對方已經噴血了 然後這邊出招比較快直接兩個氣氧球 對方才出一招啊 不過相對的如果你在那邊吃到一個泥巴炸彈 你有可能會被他直接K下去啊 所以羅斯耶朵在使用上來說你不得不腳盾 而我們這套陣容的一個狀況就在於 羅斯耶朵需要盾 然後這個水晶燈火龍也需要盾啊 所以整體上來說是比較吃玩家操作的一套陣 還有風向啊 雙方盾相同的情況下我們羅斯耶朵拿下了順位 然後看一下對手會上誰 他上一般系卡比獸 卡比獸的話我們這邊不亂出招就好了 選擇在死之前放一個打草劫啊 這邊算是還可以 因為畢竟如果對手沒打的話算是最大效益啊 因為其實你要擊到兩個氣氧球可能相對的有點困難 對方應該會用泰山阿典直接拿下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氣氧球才差一下 應該是剛剛的話是再差一下才能放兩個 這邊對方已經出一個泰山阿典了 好 羅斯耶朵下去了 隨便雙方盾相同 然後選擇射王上來 我們這次玩家通常好像都是把這個水晶燈火龍當作最後一隻鴨尾 對手這時候換角我們也跟著換成水晶燈火龍上來 相對的因為對手的這些拉伐斯並不是配置水槍啊 所以我們的水晶燈火龍安全許多 因為畢竟卡比獸他本身帶蛇田的話 打幽靈系傷害量也是不錯啊 所以這個切角算是可以啊 然而丹妮在之前介紹過赤龍王的影片中有講過 其實赤龍王在對上拉伯拉斯並沒有到絕大的劣勢 只要你的莉菱有辦法K到拉伯拉斯的情況下是有辦法力轉的 兵對手的拉伯拉斯啊 他的招式打這個赤龍王基本上都是平常 如果是通常的話還被雙抗 除非真的你比較衰剛好吃到火箭頭槌啊 不然整體來說赤龍王看到拉伯拉斯是不用太害怕的 不過這切角算是可以啊 然後我們這邊第二個燒鏡直接收掉拉伯拉斯啊 哇我們這水晶燈火龍可說是最光榮的時刻啊 對方是打算用卡比獸來解決水晶燈火龍 但殊不知我們的炫驗息已經提升了兩屆啦 燒鏡的傷害量打卡比獸可說是一大格啊 玩家應該是不是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啊 直接被我們的水晶燈火龍直接吃下去啦 天啊 可說是紫燈燈火龍目前最光榮的一個時刻啊 收掉拉伯拉斯又收掉卡比獸啊 那麼我們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的羅斯瑞朵對手是快龍 快龍的話這邊有點危險啦 畢竟炒被快龍給雙抗 然後龍系能夠抗火 然後我們玩家選擇赤龍王上來啊 說實在這時候上赤龍王並不到特別好的一個決定啊 因為其實快龍他的出招速度是比起我們赤龍王來的快 豪家在對手直接切腳啦 他切成妙花花上來 妙花花其實能夠打水系 但是打這赤龍王的話並沒有到絕對優勢 我們就看一下出招的狀況吧 地下對手的瘋狂植物我們把他擋下來了 那這邊氣氧上擠得很足喔 選擇一個張力銅炮 張力銅炮到底對手會不會擋 這邊很關鍵 如果他沒擋的話我們這邊就虧了 畢竟誰打草是會減傷的 這邊擋了賺到一頓 所以其實玩赤龍王你還是要把氣擠到逆靈的狀況再出招 相對的能夠逼迫對手使用一個防護罩檔向 不過我們這邊傑森玩家是直接想要讓這隻赤龍王下場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有點LAG啊 這操作就是我們之前在列劍英那邊所講的 就是你可以留一下草系對方的血量 然後讓我們的火系角色 沒有燒盡的水晶燈火靈上來練拱 而水晶燈火靈跟列劍英不同的地方在於 幽靈系能夠抗這個毒啊 所以物理炸彈我們這邊可以完全不用打 效果是還好的 然後這邊剛好三個燒盡收掉這個妙花花 所以氣氧上非常的足夠 然後這邊要看一下對手的角色是電系的電龍 畢竟電龍打羅斯爲朵可能會相對比較難一點點 他想留這個快龍打羅斯爲朵 然後我們的水晶燈火靈可以持續下去了 先用一個薛仁宴席當自己的攻擊力提升 OK薛仁宴席對手擋了 不過我們切腰傷... 欸不過他換角啦 羅斯爲朵這時候上來切腰擋招啦 有擋到 不錯 對手一定會使用雷電拳的啊 不可能使用蒸氣彈啦 雷電拳這邊擋招擋得很好 不過相對的他可能會讓快龍上來唷 但是他好像沒來得及讓快龍上來 我們這邊打草結先按出來了 打草結打到這隻電龍身上可是會中傷的唷 喔唷很痛喔電龍直接殘血了 剩一滴 接下來的話我們同樣的不保盾 還是看得住電龍的這個雷電拳啦 運氣好的話他能夠用總擊寬槍把他收下去 之後再放一個招式給這隻快龍是最完美的 OK那有沒有辦法... 哎呀差一點點 氣氧傷滿了 但是就差一點點 那這時候水晶燈火已經上來了 哇最後的快龍 他要出龍爪了 但是我們這邊氣氧傷好了 然後暗影球可以直接收掉這隻快龍 畢竟快龍在高結盟的坦度並沒有到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這邊暗影球K下去 在死之前暗影球到底能不能收掉這隻快龍 如果是打這個赤紅王的話可能不行 但是快龍可以的 可以看到傷害量非常足夠的收下這場逆風囉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由於最近的獵劍實在是太火紅了 也有蓄能宴席以及這個燒盡的搭配說實在非常完美 然後水晶燈火靈其實也有相同的一個 早視組合加上暗影球以及自身的攻擊打出的效果是非常之驚人的 但是因為他的彈度並沒有像烈劍英這麼好 所以整體上來說是蠻吃盾上的使用 所以玩家如果沒有烈劍英XL的話 不妨可以參考水晶燈火靈來使用看看 其實效果是相同的喔 也再次感謝我們這次玩家提供的對戰影片喔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也由於目前的對戰影片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資源 所以丹尼在這邊甄選一下的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對戰陣容 或者是冷門小知識以及極限挑戰的團體戰等影片的話 可以提供給丹尼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對戰影片的話 建議是提供7場以上讓丹尼可以進行篩選一下精彩的對戰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提供的影片會經過篩選審核之後 成功的話會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機會 影片上傳的部分的話 之前有說是在Google雲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發現Youtube的畫質可能比較不太清晰 所以這邊建議統一選擇Google雲端會比較好 這邊也有附註一下要怎樣進行上傳喔 另外玩家如果從事Youtube頻道或者是活動需要宣傳的部分 也會在影片裡同步介紹 所以我們這邊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囉 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玩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的話 可以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有第一資訊 就會馬上知道之外也能加入丹尼的FB或IG粉絲團 玩家如果還有想跟丹尼有更多互動的話 也能在首頁加入會員的部分 目前有分成粉絲會員以及好友會員 粉絲會員能夠得到Youtube留言必回覆的狀況下 每日的影片都會在早上的時候就提供資訊 而且我們不定時會舉辦影片投票的大調查 最後的話還有丹尼限定的LINE群組可以加入 我們可以一起聊天一起討論寶可夢相關的資訊 好友會員的部分的話就可以加入丹尼的Pokemon GO好友 遊戲目前的好友數量是200人 所以數量有限要盡情把握之外 不定期的直播都會提供給好友會員 有一個對戰丹尼的一個機會 喜歡的話可以考慮看看喔 你的支持都會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